作詞 – 作曲 – 數字幕志願 終於帶大家來到海人家 我們今天來到2014多米 我們很曖昧 我們今天是在11個大小的, 這裏是沙鐵房 其實開過有新鐵房 新的前所 有車房 大家看看車房 車房就是它 其實已經有一個 選擇了 車房 這裏是車房 開那也是車房 好 原石呢 是 過千尺 千尺 我就帶大家進去看看 進來了 我們就看看房子 進到左邊 就是一個 它寫是一個辦公室的地方 其實這裏也不小 這個地方 可以放到沙發 或者它有POTENCAL 轉做第四間房 其實這間房 本身就是放一些 電視、音響等房 你見到它有全的Outlet 窗 你見到窗多大 那HIT 都做得到有多大 那變成這間房 其實都不會說冷的一間房 窗就小小小 不過 向呢 就是向著 外面的馬路 自己的前縣 那 前縣都放到幾架車的 那本身這間房 有車房 那見到拍攝 最少放到三架車 那如果你說再拍攝 在外面少少的 那可以拍到大概五至六架車都可以 那新屋 它跟來的呢 就有個Alarm Alarm System 就在這裡 那走前一點 跟著走廊 那 就會見到 車房 那屋主已經把這個車房 升級了做電動 那所以你會見到呢 它會有這個 呃 摩托在這裡 那 那遠一點 就是這個border 那 那Driver 就見到它做了斜水 那所以其實這個 Driver 一路的水 都會是 向外面 這樣流出去 那 那 Driver 外面本身呢 就是前一點 就是水渠 這樣 那 就 做得不錯的 那 鋪了的話 這間屋鋪的全部都是地磚 來的 嗯 地下的層 那 樓上一會帶大家看 就鋪了地毯 那 那 這些不是房木地 這些是地磚來的 那 那這個就是 是 跟來的 upgrade 了的 heater 那 做到也有差不多 這八高 很高的 這個heater 那 那 旁邊呢 這個呢 就是 樓下的客廁 那 鋪尖就鋪到上頂了 那 那 黑廁來的 有抽氣線 那我們再走前一點 就會是 就是看到 這個 呃 廁 好 廁 就是這裏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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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到它可以開 contractors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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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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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質地,要自己大高程一點 打平它,看看偷人造草棋也好 偷地磚也好,釋除磚便 包覆多,旁邊就是一個煲針的HIT 我的廳其實也不小 所以你會見到HIT也有差不多大個 其實不止一個,其實有兩個HIT 我就慢慢轉身給大家看看 它跟來的話,也有個Alarm System 廳就是這樣 這邊就是廚房 飯廳,現在站在這個位置就是飯廳,廚房 可以放過小Island在廚房裡 都可以放在雪櫃旁邊 包覆旁邊,可能那個就要訂組 放在大概這個位置 把它變成差不多四邊廚房 會實用一點 這裡就是宅物房,儲物房 樓梯底儲物房,其實這個儲物房 其實空間就小一點 放的東西其實就不是放到很多 你看到這間屋的Socket Wall switch 全部upgrade 本身跟來的話 就只是一些白色的膠的面板 一套Bosch的微波爐 Bosch的焗爐 Bosch的爐頭 以及七六年機 整個圖 看到有些黃色紫仔黏在這裡 就是因為剛才我進來看的時候 看到有些釘口 有些撞掉了 所以我就連了一些紫仔 看看有什麼效果 七流煙機 全部都活動 還有燈的 煮食爐 亦都試試它 那 ok 明火煮食 都 蠻厲害的聲音 這裡就是 長的Switch 高一點就看到 有一張黃色紫仔黏在這裡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燈的 裝得不夠美 這些就全部 抹起它 你看它留了那個 裝得不貼 正常的 頂應該是 貼上去的 應該是這樣的 所以留了一張紫仔 業主買的時候 就沒有選擇到 洗衣機和洗碗碟機 所以你會看到 這裡有個洞 放在這裡 到時就要量度 適合尺寸 或者裝回去 那 再看看 這個是 升級了的 一個 層架 可以拉出來 放很多東西 儘量用完 每一層面的空間 好 那 這裡就會見到 它有些 Welcome的禮物 恭喜新業主 收屋 那 是這個發展商 送的 雪櫃 那也是BOSS的 那就是一套 built-in的雪櫃 全身 都挺凍 那 花園 暫時都是來臨一天 要自己慢慢閉 那 外面 就安裝了一些花園燈 那 其實已經有在 那 另外一邊 也安裝在門後邊 遮了 看不到 好 那我們就帶大家上去看看 其實那個廳是有兩個HITTER的 有一個是進來這隻玻璃 間門後邊 好 關門也沒問題 那我們就 上去看看 那是一套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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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mine Crimine Control 好了 樓上就鋪了地毯的 房子 那 那這套 建立了上去就OK 不會說有古形精怪的聲音 那我們上來 我們先看看Master Bedroom 先看看 Master Bedroom的Size 其實都不小的 那 有Build in the Wardrobe 鏡面 那窗呢 就向自己的花園 那後面呢 就大興土木棕 那還在建 那原住的這房子呢 那 我相信這個景 後面的房子建完之後就沒有了 那所以呢 那這樣看起來其實幾漂亮的 那 就看看 那個 吐廁 這套廁 專門鋪上頂的 奇缸 就是 是名次來的,開到窗的 留意一下,磚就鋪到上頂了 好,帶大家去看看這間屋的所謂小房 其實這個所謂的小房,它叫back room 3 尺寸都不太小,已經大於香港一般的主人房 那個heap 就在門口旁邊,有別於平時裝在窗邊 所以這間房理論上就會亮一點 為什麼它會裝在這邊呢? 因為它寫在這裡放兩張六呎床 床尾,對床尾這樣放,放兩張六呎的床 變成這間房間可以睡兩個人 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 它寫在這裡放一個書桌或者裝衣櫃 所以它就留空了窗下面那邊 就不放那個heap 就變成了讓你可以盡量裝多一點點東西 放多一點點床 那座向也是向著自己的花園 好,那就帶大家去看看其他的地方 那麼,值得看一看呢 上到來,其實這個radiator 是挺厚身的 而且它是雙層radiator 所以其實二樓開了氣之後都很暖 好了 那就看看 洗手間 這個不是洗手間 這個Family Bath 那尺寸都不是說小的 當然這個位置就遲下會放大鏡 可以放大鏡櫃在這裡 也就是了 整間洗手間 要留意一下 瓷磚是鋪到上頂的 所以 Family Bath 它是可以做了那個花灑在這裡 因為它已經做了一個很好的防水 而且它本身那個boiler 夠力可以提供兩個花灑 那名次設計也是 好 那看回這個就是Loft 很新的 因為它連煙燃燃燃的蓋子都還沒開 那也是今天收視的 這間屋 那就是 水缸的房間 也鋪了地毯 挺誇張 雖然不是鋪得很漂亮 但是鋪了地毯 就做了隔熱 這樣 好了 那我們看完 back room 1 back room 2 back room 3 我們看回這個back room 2 這個就是第二間房 這間屋的 那你也看到尺寸 其實不是很小的 也是一間很大的房間 那裡面還有 Wall socket 對應的其實也很齊 窗也比較大一點 那下面有個radiator 向下呢 就是向著外面的馬路 自己拍車的地方 那 都有些小小東西是可以收拾一下的 所以不是說 什麼大問題 那譬如 好像剛才我剛剛走過 看到 就是 這個蓋子 還沒蓋好 還沒做好 那這些可能要 屋主自己摺一摺 其實不難摺的 撕上少許 幫你膠在底 把蓋子移回去 然後 把蓋子移回去 就可以了 這些是遮醜蓋 那還有呢 就是 是 好 讓我先關燈 先關燈 那是電馬燈 那順便這裡也是有一個 Have 就調整那個溫度 好 先關掉 那 還有看了 剛才就是 樓下的洗手間 那個門 那個 門腳那裡 是需要 塞一塞 問題就不多 都是一些小問題 那我一會呢 都會 連張紙下去 好 要關掉的 都關掉的 七七八八 我剛才說的 門框的問題 其實就是 這一隻 一關門 是比較困難 因為 門框的位置 是高了上來的 因為我踩的這個位置 高了上來 看到它關門的時候 就有一點點卡不到 那你看看門 其實就不關門框頂著事 很明顯是門端 就是開門了 不是 關不了的 不過要用一點點力 那這些是可以倒閉它 那我一會就會連張紙仔 好了 這間屋的收樓片 就大概是這麼多 在旁邊 也好 在旁邊 就應該追回來